历时四分钟的日全时 星期一横跨北美地区 数以百万的人潮 奔赴日时入境 亲眼见证魁为七年 月亮再次完全遮住太阳 正午阳光下四周一片漆黑的天文奇观 因为一旦错过 下一次就要等上二十年 所以有些情侣趁着太阳和月亮结合 难得一遇的瞬间 和另一半互许终身 魁为七年的日全时 星期一横跨北美洲 从墨西哥穿越美国再到加拿大 185公里的宽度 涵盖美国德克萨斯州 印第安那州和俄亥俄州 合共15个州属的局部地区 单在美国日全时所到之处 有大约3200万人居住 但当局预计 还有另外500万人 将特地前往观景地点 见证这道天文奇观 其中一个观景据点 就在离地超过9000米的高空之上 这架从德州奥斯汀起飞的客机 机舱里全是满腔兴奋的奇观爱好者 当客机悬停在空中 乘客可以透过窗户 观看进入日时的过程 享受别具一格的飞行体验 It was such a unique experienc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go to the eclipse in 2017 and it was so amazing seeing it from this unique perspective of being on board the airplane and being able to see the eclipse see it from the air see the shadow on the ground and just being in absolute darkness 乘客戴着防护眼镜 看着月亮从一个漆黑的球体 慢慢移动遮挡太阳 让天空只留下一圈光晕 这是自2017年以来 第一次横跨北美地区的日泉石 而下一次估计要等到2044年 整整20年后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画桌上 和我们的计划 我们进入游戏机 试试了几次 在我们的转据和时间 我告诉你 当我们到那里 今天就像我们想到很不计划 这难得一遇的天文景观 让不少观景地点 聚集数以千计的人群 包括尼亚加拉瀑布 周历公园 那里有至少两对情侣 趁这一天 在太阳与月亮结合之下 喜结莲礼 也有人趁这机会 向另一半许下 携手共度余生的诺言 让日泉石 а 坚实见证彼此相爱的心 兴起 请able das 你會結婚嗎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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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那種聯繫 天空和天空 把這兩個不同的東西一起 做得到美麗的東西 我認為很多種方式 意識到交流 交流和婚禁 所以這就是很棒 在這裡做得到美麗的地方 這次日食 從月亮遮住太陽 到日泉時的那一瞬間 耗時大約80分鐘 然後還需要另一個80分鐘 完成反向過程 並且按照觀測者的所在位置 日泉時會持續4到4分半的時間 還伴隨著一些怪異的日食效應 比如星星在正午閃爍 溫度下降 有些野生動物和鳥類 也會突然安靜而靜止 我會看到的 有一天 可以令我看到 有些女神的那樣 我會看到 也會有些人 有些人 有些人 都會看到